古墓中遇到这四件大凶之物 都要放入自己墓中 他们坚信自己死了之后 在阴间也可以显入这些 值得一提的是 这也就催生了盗墓这个行道 这个职业历史非常悠久的 每个朝代都是明令禁止盗墓 奈何古墓中的物品吸引力太大 屡禁不止 即使现如今依然有人敢盗墓 招魂灵当招魂灵当 这件东西一般情况下 古墓中是见不到的 历史上只有一些特殊的道士 才会用此物 招魂顾名思义 此物是一个引灵工具 据说此物埋藏地下 面世之后 只要被人敲响 便会有很多灵魂闻声而来 历史上有句老话叫做 请神中意诵神难 谁也不想自找麻烦 尤其是盗墓贼狠信这些 看到这个都会敬而远之 血浸古语 血浸古语 相比很多人都听说过 此物非常不解 因为这些都是死者贴身佩戴的 千百年的历史中 吸进了湿气 并且还是湿水泡出来的 被称之为大凶之物 值得一提的是 这种物品一般都很值钱 但没人敢收藏 您有历史学家说 古代盗墓贼之所以不拿这个 是因为古代能配戴玉的地位都非常高 拿了这个容易被抓 古墓中的枕头 古墓中的枕头 一般也是没人会碰的 这些玩意其实也是很值钱的 因为古时候地位显赫的人 他死后用的枕头 不仅是制作精美 而且材料也都很珍贵 挖了古人的墓本 就是打扰死者了 拿了宝贝不说 还要把枕头也拿走 这不是非要打扰王者常年吗 因此有种说法 就是如果拿了枕头 王者会一直跟着盗墓之人 镇墓兽镇墓兽 在历史上很常见 古人很迷信 认为阴宅和阳宅一样 需要这些东西来镇 因此会在墓中放镇墓兽 防止死者在阴 兼受到欺负 或者是其他孤魂野鬼前来惊扰 此物有个大忌 那就是绝对不能放在阳宅 即使如今博物馆也不乐意将此物放进去 当然国家的博物馆还是会放着 但是私人博物馆是绝对不会将此物放进去的 讽刺的是 一些人少钱多地老板 会专门花大价钱买了 放在家里 这些都是上千年的历史中 祖宗传下来的规矩 现在大家都不相信这些 讲究科学 可是该忌讳的 大家还是依然会忌讳 毕竟谁也不想自找麻烦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